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冷智晨室 我是林远山 普京的军队在哈尔科夫州的惊人繪币 再次让人没担忧 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 前不入腐臂思想,哥特莫拉警告 莫斯科可能会以真正不可预测的方式 进行反击 甚至可能涉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当然,它只是战术核武器 但如果,普京懒抵着要输掉战争时 它会否施用战术核武呢? 专家们更喜欢用非战略核武器 来描述战术核武器 它是威力相对较小的武器 当量达几千吨,或更少 B61-12 是美国一种具有可变当量的战术核武 其当量可调低到0.3千吨 因为摧毁广东原子弹当量的五十分之一 该武器的最高当量可达340千吨 在欧洲的空军基地 美国有大约100枚战术核武 俄国可能有2千枚战术 但它们的军事用途相当有限 因为今天的常规精确制度武器 是高度精确的 可以摧毁除了深藏地下的指挥所 和掩体以外的大多数目标 可以肯定是俄军的精确弹弱 经常打不到目标 而且触禁见走 但战术核武器不是可核的提论品 因为必须用大量的核武器才能产生持久的军事效果 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一枚五千吨的核弹 可能尺寸为13辆坦克 而俄军的定位和打击预導目标的能力未不足 不过 人们担心的 不是普京会用它来夺取战场受益 而是作为脅迫工具 西方军事专家认为 俄罗斯可能进行核试或高空引爆 这种引爆会干扰大面积的通讯 比如在敲上空或对乌国军事军事进行单一打击 目的是让乌亚人在恐惧中投降 其实俄罗斯如果想升级战阵 还有其他飞行选项 而且这个仍不符合俄国的既定政策 实际上莫斯科已经提高了使用核武器的门寒 从2000年制定的 对俄联邦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情况 提高到根业界的规定 即2014年制定的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 然而普京有可能将自己正月的生存 与国家生存相提并论 并将在乌拉的失败施为生存问题 如果俄军在乌克兰部被击溃 再加上有失去克里米亚的危险 普京就有可能挺而走险 周三 乌拉最高自负官渣努日内将军 在一篇核注文章中写上 核打击无法击退乌拉人的抵抗意志 相反 音乐打破核禁忌的决定 都会围及与中国和印度等友好 或不移民国家的关系 并且会弄巧成绝 束时不弱派引西方部队 被专业反辐射小组进入乌克兰 倫敦国王学院的核专家威廉·姆斯博士亦说 普京不使用核武器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 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北京的支持 但北京有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原则 因此如果普京真的使用核武 北京将更难支持他 甚至与普京反面 尽管普京是向独裁者转变 但他亦不是动用核武的唯一决责人 普京、房长少议谷 和总参谋长吉拉西莫副将军 三人都拿着核公民包 向火箭部队传达命令 至少需要两个核公民包发送的代把 命令才有效 如果普京的这个重要命令 被忽视或取消 将对他的权力产生致命的影响 并增加普京被推翻的风险 普京正在急切地在监狱和乌国俄战区 尋找炮灰 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俄战区 只有俄国护照的人都将很快被征召任 因为现在在保卫俄罗斯的时候 而普京的盟友阿格纳集团的掌援人普利哥俊 因参临监狱招募新兵 正在被确纳为俄国特别军事行动的答应人 克里米亚地方政府的命令是 即日起 任何军令男子都不能通过黑石大桥 离开克里米亚 除非当时又获得当地征兵委员会的同意 并且书面承诺返回一旗 认为有消息请当温接近克里米亚时 该举措是为了防止年轻男子大规模逃利 机会尤报的高级国防记者科莎智春 花人通文正对政兵委员会来说 是相当有利可途的生意 克里米亚会有很多父母和妻子 花大价钱、殷儿子、丈夫不被征召 国防报情报总局报告称 俄联邦不承认在顿巴士领路上 签罚的俄国护照 这些俄国护照的持有者 现在不找许越国编辑到俄国 周四 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着 阿加纳集团掌握人普利过任 周三在俄国监狱发表的征兵联港 他说 我将你活着带走 但我不一定将你活着带回来 他还说 所有去乌拉打仗的犯人 回来后都会被赦面 叛徒者将被窗币 俄国军事博主自信 普利过任 正在引入一种斯特勒式的方法 使普京避免中核 可能引爆俄国社会紧张的总动员 军事博主们 一直在赞扬普利过任 甚至说 他应该取代邵尔谷 成为俄国防长 让我们回来战场 从周三开始 乌军的快速推进告一段落 斯亚托夫周围靠触防御线 以便利用这个重要的后勤和军事防御中心 三至四个俄军的凝急战术群 被从南部50公里处的奴彼日内调拨过来 目前在利曼击战的俄军是两个半战术群 计划要打到最后的一兵一进 为斯亚托夫的防止形成 争取时间 沿着北顿涅治河 战在斯维亚托哥斯压尔谭 利曼还有克雷门南已临的 河流转弯一带进行 在俄军三至四落 渡过北顿涅治河的战略要地 贝洛哥洛夫卡 乌军已经接触善短 只不过是反着渡过水面 向东西方克雷门离 在利西昌斯压的炼油厂 乌兰和俄斯正在发生激战 西方高度蒸葛火炮和弹药被积极使用 乌军兵力重俗 正在前线狹窄的地段突破 俄国军事朋友都认为 如果该工厂被夺取 将开辟直接通往利西昌斯压的道路 那是乌兰在雨24号之前 长达巴黎的防御阵地 利西昌斯压、北顿和波帕斯立 一贯有2万5千名俄军 供给的是 夫皮羊斯压、斯亚托夫卡、克雷门纳的铁路 但上周路这条铁路就断了 2万5千名俄军 捕据的唯一机会 就是通过劳金斯压士过来的铁路 东面铁路线上的重镇 斯特罗比尔斯压 俄军在11号就逃离了 那些持房南部的劳金斯压士集建 因为 那是2014年的防线 现有防御攻势好用 军事专家预计 利西昌斯压、北顿和波帕斯特的 一共2万5千名俄军 30个进攻型战斗群 将会和劳金斯压士的俄军一齐 再次和乌军争奪 克雷门纳走浪 这样俄罗斯压斯压托夫防线 能否避免从劳金斯压北罗子军 军事专家认为 好了,最后俄军还要撤 东面铁路线的整个铁路线 都在乌克兰海马斯的控制范围 俄军必须退到劳金斯压士 才能取得来自俄罗斯的武级 周三,劳金斯压当地上演了掃书 被趕出哈尔科夫族的亲俄民兵 当他们返回劳金斯压士 莫斯科却想将他们送到顿涅斯压的前线 但他们的妻子、母亲和孩子们 立即出来宣布 不允许他们去其他任何地方 这些劳金斯压民兵 也不想帮助所谓的顿涅斯压民兵兄弟 在哈尔床方向 俄军从周三就开始 将公路旗的部件 从克里米亚转移过来 军事专家认为 这简直是带张旗鼓感 准备自杀 从战术上所绝望的动作 他们以为能打个美国的卫星 能打个海拔斯 俄梁做好了 海马斯科却直接就急廢了 对俄军的士气打击更大 实属浪费之 难道他们真是相信 即使能够完成扎桥 他们在河对岸的战友 终能活到那一天 海马斯及其大炮民友 会让列巴河西岸的俄军毫发无伤 乌克真是非常幸运 遇上了愚蠢的俄军 再说了 按照市场发展的速度 莫斯科看来是要搭好桥 送给河南用 碧尔戈德的俄罗斯边境地区 乌军从周三开始 对俄国军事设施上了 系统性的狼弹炮和逼击炮的打击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单位 受到了规模不长的损害 位置在内霍提夫卡和借尿利夫卡一带 接触线上的河南最棘手 从超过一公里的距离上 出为俄军的光学电子偵察综合体 如果想知道 周三在俄罗斯境内的斯塔科诺波尔区 六名消货员到底因为什么受伤 答案是 那些不是乌亚人的无人机 而是俄罗斯的高支坑速的匕首导弹 下罪的残骸 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 丹尼洛夫告诉记者 俄罗斯在反攻期间的损失 是乌亚损失的九到十倍 乌亚的反攻质量 令西方民有感到惊讶 乌亚只在编写二十一世纪 战争的教科书 普京的末日即将来临 总结一下 这个相当紧张的一个半星期 哈尔科夫大反攻 撇开对俄罗斯事役的影响不缺 对战争有两个真正的影响 一是收复了大量的领土 而是为乌军处入了任何国家的捐赠 都无法比拟的重武器 甚至美国也不得 这种增加的效果 大约两个月后才会开始提到 最保守估计的是 乌军肯定是缴获了一个 完整的机械化步兵类的重武器 一旦将它容易收复的破损车辆计算在内 亦可能是三个机械化步兵类 大概是120辆坦克 360辆装甲运兵车 以及相应比例的火炮、卡车、防空武器等等 总的来说 在所有战事上 乌军都在准备进攻 并在拉起更多部队 亲乐博主基于今天的观点是 扎波罗尔前线的主攻 敦涅茨克和霍利夫卡之间 哈塞前线的贝里斯带夫方向 哈塞地区的攻击 这些前线 俄军很难有时间加强阵地 或者重新集见 哈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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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塞